多基剪辑设计师 按下上方外挂模组里面的多基剪辑设计师 进来之后呢我们可以去选择视讯 所以按下汇入视讯 那我的视讯已经放在媒体工坊中了 所以我们点选从媒体工坊汇入 这时候我们可以去选择我要的视讯档案后 按下确定 那第一个摄影机一的部分的音讯档案 视讯档案我们可以把它置换掉 所以我们可以再点选进来后 好这个档案这个我不要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点它 然后勾选移掉 就只剩下你要的那个cam 然后确定它就可以把它换掉 好再来呢我们要把背景音乐摆进来 所以呢再来的话我们选择的是 下方的音讯呢 我们就把音讯档案汇入 所以按上面的汇入音讯 一样在媒体工坊中找这个音讯档 当背景音乐来做合并的动作 那音讯档案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进行比对的动作 比对的话呢上方的同步方式呢 我们选择的是音讯 然后按下套用 它会开始去做侦测 把声音跟这四段影片中的声音做一下处理 截取不同镜头影像 接下来截取的方式呢 我们只要按下录制键后 您看你画面中出现的影像 来决定你想要的片段 然后你可以这样子做切换 它下面录制键的部分会看得到 你现在所截取的画面是哪一段 所以你可以这样子点选 点选好去更换不同的画面 然后依照你的音讯的内容来做指定 录制完后按下停止 这个影片就录制完毕了 那录制完毕之后呢 我们要进行一些修改的动作 修改的动作的话 例如说你在录制的时候的某一个画面啊 它刚好是你不喜欢的画面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移到上头后右键 你可以更换摄影机 例如说这一个我想要改成2 我就换成2的摄影机 所以每一个片段的摄影机右键你可以换 看到画面中剩下哪一个片段后 你可以去右键去更改不同的摄影机的内容 这是可以去做更换的 好那整个完成之后呢 我们只要确定之后就可以去完成它 好那整个摄影机